来 范老师 所以当中国对台湾的经济 下手的时候 国民党果真诚的帮手 其实我们刚刚说 尹启明 他是马政府时期 一个非常关键而重要的 一个经济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幕僚 整个当时的政策 是他主管的 那马英雄的政策是什么 很简单嘛 就是对对岸全面开放 开放陆克来台 开放陆资来台 我们看到那个时候 圆山饭店 每天晚上 我记得有 那个时候我去圆山饭店 每一个宴会厅 都是各个省市的 来台洽购团 签了一大堆MOU 有没有落实 几乎没有落实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就是 公费旅游 来台湾用公款 然后表面上 花的都是公家钱 大采购 然后其实里面更多的是贪腐 台湾变成中国贪腐官员 一个洗钱 跟来这边消费的一个地方 然后跟各个地方 首长 把他们看之如贵宾 只差没贵下来 但是签了很多的MOU 都是指什么 意象书 没有任何拘束力 空的 空的嘛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了 2014年会发生 所谓的太阳花雪运 马英九到今天为止 他还一直说 这个就是蔡英伟 他们那个民进党 他们在搞的 如果是民进党搞的 我不相信有那么多人上街头 为什么 因为台湾人发现一次 就是在宜启明 你们这些人 马英九你们搞两案 搞到最后 你们已经要以商来逼 逼政了 为什么 因为他要签服贸协议 要签贸贸协议 再一步 可能就要签统一协定 所以大家觉得忧虑跟恐惧 大家才会上街头 你看那个时候 太阳花雪运多少 不含林飞凡 陈和廷这些年轻人 他们是在那边 在立法院周边 住在帐篷里面 住了一个多月 这讲法是什么 绝对不是民进党 单独可以推动的 这一定是什么 社会的主流民意 特别是年轻时代的支持 可是我觉得 今天引起民出来 他就要告诉大家 跟当初马英九讲的一样 我们没有中国市场 我们就完蛋了 我们只能靠中国 那我们看到 我刚刚也讲过 我们基本上 我们去年的 我们出口到中国 是1514亿美金 64%是高科技产品 今天是中国 是他在需要我们 当然这个 这个引起民说 那你们为什么 要卖给中国 我们可以卖 也可以不卖 不卖的时候 还是很多人要买 半导体现在 全世界都有需求 为什么你看 在去年的时候 为什么华 华为一般的 好几般的专机 来台湾栽办导体 因为美国不卖 卖导体 所以这六成根本就 中国靠台湾 这靠我们 是我们要不要卖 是他靠我们脸色 他现在拿这些农产品 是什么 因为那些农产品 对台湾的 对台湾的经济 其实是有限的 对他 他也是吃吃敲软的吃 他会怎么说 好 从今天开始 我不买台湾工具机 我不买台湾的 这些精密机械 他没办法 所以这完全就是一个 我们说中国对台有三战 一个是舆论战 一个是法律战 一个就是这个资讯战 所以我们看到这三战里面 法律战 舆论战 舆论战我们看到这两天 我们都在谈舆论 都在谈这个凤梨的事情 再来就是他的心理战 就靠过资讯来掌握 媒体都是在讨论这个 我们都心里面觉得 恍恍不可终日 特别是我们的农民 我觉得我们今天 第一个我们对政府有信心 而且我们对这三天来 我们全民愿意去来买那个凤梨 我相信明星是稳的 否则今天的股市 只是小跌了1.75点 还是15946点 反而什么 我们对股市有信心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中国想要 这个方式 其实他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让台湾明星产生浮动 他就可以见缝插针 他就可以打击 那我觉得国民党这些 不管是什么 孙大千还说 你看韩国瑜的豁出去人 进来多好 今天参与文做不到 我不需要讲 今天如果还好 蔡英文当了总统 否则我们如果是 韩国瑜当中 我们今天的疫情 不知道踩到什么地步 我们今天如果疫情守不住 我们台积电的这些工厂 都是密闭式的 也垮了 台湾的经济有成长率 会达到4%吗 有可能成为四小龙之首吗 甚至是全世界经济成长率 去年台湾可能是第一名 因为很多国家的数据 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觉得像今天 江启臣马英九 他就说 我们就是两岸要沟通 我们不是不要沟通 就是中国的沟通 有前提就是要九二共识 可是当前年1月2号 习近平已经把九二共识 等同于一国两制的时候 请问一下 我们还要接受吗 就我觉得昨天没有错 江启臣到了官庙去 因为官庙是所谓的凤梨的产地 可是很抱歉啊 现在台南官庙的凤梨 根本还没采收 现在凤梨是从屏东开始 所以他去那边干嘛 他基本 某种程度我想 他要表达对凤梨农民的关心 可是他不敢批评中国 而且怎么样 而且他国民党现在就是 好像想买 但是又买得不够大气 民进党是从蔡一文总统 戴清德副总统 苏文昌院长 到所有的立委全部动员 国民党呢 我只看到一个江启臣 我也没看到什么 什么李德韦啦 什么什么孙大千啊 朱立伦啊 马英九出来买啊 表示什么 江启臣是比较年轻 他知道我这个时候要雇农民 可是他也有所激赛 我买太多了 人家会不会说 我在支持民进党 在这次的凤梨之战 国民党真的进退两难啊 不挺这个农民就算了 不挺这个凤梨农 还在旁边这个这个 说长道短的 还在那边心灾乐祸 我觉得特别是李德韦想说 你们要 他说你为什么台湾这个中国 这个你们这个不买台湾凤梨 你们不买中国疫苗嘛 刚好而已啦 那请问我们是不是为了要 卖凤梨 我们大家都要打那个中国疫苗 抱歉 我觉得这次连比较色彩 偏然的远见杂志 做出来的民调 百分之一点三的民众 愿意打中国疫苗 中国疫苗在台湾 他虽然已经身败名裂了 中国政府在台湾 虽然已经信心崩盘了嘛 所以我认为大部分农民 虽然算不是凤梨农 或许中国这次制裁了他们 但是我认为 他们并不会因此而认为 当初投票投错了 他们反而认为我们的投票 我们的脑袋是清楚的 所以我觉得李德韦用这种方式 去屈辱这个凤梨农民 你们笨啊 你们蠢啊 你们要投国民党啦 因为国民党承认九二共识 你们凤梨就给卖到中国去了 我认为他这样讲 农民会相信吗 适得其反 不要把这些农民当作 好像没有判断能力 我觉得就是表示 他从一个台北天龙国的角度 在衡量那些我们那些 朴实 而且真正有想法的农民 好我们看到呢 蓝营在这个怪名进党 新南向政策呢 这个出口的不够多 那接着我们看到 挺韩大将 其实跟他孙大千 也有说啦 这个韩国瑜也是由这个 货出去人进来 那接着这位呢 挺韩大将 就是云林的菜农 林嘉兴 他就说了 这个民进党呢 这个挺凤梨呢 绝对是这个大内宣 挺农民呢 先叫这个台糖呢 把这个种植产地 跟加工厂呢 这些产线搬回台湾吧 我们看到 虽然他怎么说呢 他说会让相关的国营事业 把这个台湾凤梨呢 做成凤梨酥 凤梨干等相关的制品 那台湾也说啦 凤梨罐头 一直是委托 泰国代工生产 而台湾凤梨甜度高 适合直接使用 不适合制成罐头 所以很明显 这就是一个专业 跟一个 这个说我们这相关的 商业的机制 应该用什么样的凤梨 结果呢 林嘉兴却说 应该要把这台湾凤梨 都做成罐头 来博文 所以是不是完全 搞错了方向 其实我相信 加新先生 他应该有认识 他们当地的一些浪费 不管是理事长 总监署 才是政府官员 毕竟 毕竟他一直都有政敌的发言 那 闻起了就知道 对啦 毕竟你要在网路放风 我的建议是说 不如你实质的 参与改变嘛 他常常说 他都毕竟 在政产做事 这些工作 如果他认为很重要 其实他也可以当手去做 像我们 我们知道 其实从小时 我们很爱吃 翁梨罐头 翁梨罐头 但是翁梨罐头 不是台湾的 以前是一间叫台湾的 有没有 还可以加一支签在里面 后来变台湾的一部分 其实台湾的翁梨 已经好吃到 你六比三十五倍 就比罐头更深色了 所以你没必要 一定要去买罐头 但是他有一个怀念 说制限 所以才是要保准来修用 所以为了这项商品 南宗静靠 泰国的翁梨 那事实上为了口感 才是这个过期怀念的主意 我们来生成这种罐头 不代表我们所有的翁梨 都要拿一张罐头 我有看到一张罐头就很出名了 你怎么拿买乌鱼 黑鱼 拿一张海底鱼的罐头 对不对 乌鱼鱼 我穿这就已经很深色了 我又加工 又特地 又来 又煮火星 放在罐头里面 那是不是神经病 所以其实 我们产品本来就有分不一样的 看医长的回答就很清楚 他说我们要做 我们做什么 做鱼鱼鱼鱼 那鱼鱼鱼鱼鱼全世界有够好 有够有名 大家都有够要吃 送鱼鱼鱼鱼都不去吃人 全世界看到鱼鱼鱼鱼鱼 就知道你台湾来的 这就是正确的一种 你加工你要加一个三大 你如果加一个 我平平三十块 买一个罐头 结果滴边的 底子比罐头更大 这怎么会加工 你会变減工嘛 所以这个较少的东西 我们用正确的方式 来补这个人民的输求 然后找这些 我们可以找这些 咆哮可以咆哮 这不知道是一个 原生的三约鱼鱼 所以我们 说过放风声 买平政府 这很简单 挡手做很困难 所以我们需要台湾 需要更多 可以挡手来做的人 王来这件事 专行 生意 滑销这属于上 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是 明鳳姐 我们就说 这些挺寒大将 是不是现在又在蹭声量 但我是提出来建议 结果被打脸 老实讲这些 专业的意见 稍微去问一下 不就知道了吗 难怪有人就说 如果用和牛松板珠 会去做罐头吗 挺寒的人 自己要先讲一下 他讲别人大内宣的时候 他自己当年选了什么 祸出去人进来的时候 是不是大内宣 你自己是菜农 那你菜农跟水果农 应该是差很多 那我们假设 你应该也是 都不是很专业 那你不专业 那你就要去问一下 那同样都是农民 那你的菜 如果你种了菜 可以做什么罐头吗 或是做什么吗 你小学都知道了 对不对 你应该比我们 对于农业 有更多的知识 那你为什么会讲出 这种东西来呢 所以我觉得就说 现在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对岸 对这个农民的打击 可能也不只是凤梨而已 后面还有陆续的 那这些蓝眼又是挺寒大将 你们号称你们可以消农 农产品 可以怎么样的时候 其实这些东西 如果你们可以帮上忙 就最好帮上忙 可是如果你们帮不上忙 也不用在这里说风凉话 大家就觉得听得很烦 对不对 那当时这个 譬如说这个凤梨书 或是怎么样 我当然觉得凤梨书 也是一个选项 但是我觉得凤梨书 会不会太没有创意了 我觉得趁这个机会 可以把凤梨 把它做得很像这个真瓶一样 可是你看 你看我就刚才提到 这个所谓韩国的柿子干 它柿子干 我们柿子干是有点比较干 做得比较这个 这个水分比较低 可是他们那个保水度就很够 就很象征的柿子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就说 这些韩国瑜这些人 或是说这些农 这些挺韩的人 挺韩的人 那你不能够提供更高的技术 或是新的idea 你就不用那边讲 那我觉得总 这个我们的政府整个在 这次应变里面 其实也应变得很快 只是说像这种 要做成什么东西 这的确是要创新 这主要是要农委会 去这个开会 然后去讨论这个加工 或是说我们怎么样 一定要让这个整个 不止也不止凤梨 所有的农产品都可以提升 所以我觉得 当然苏贞参与长 是提一个建议 但是我觉得真正落实 这个东西我觉得 要当一个大事情来办 如果说我们可以变成 一个农业加工的大果的话 其实对我们整个经济的 这个提升也是有非常大的 一个功能存在 你既然要提建议 就要提稍微专业一点 而不是自曝其短来热德哥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说你既然要提意见 但是反而结果被打脸了 那不是更丢脸吗 这三天可能是我们台湾人 那么对翁来最厉害的时候 这个凤梨书 其实大部分是用冬瓜 冬瓜 拿一些所谓的土凤梨 不过在此时此刻 任何人愿意投入协助凤梨龙 我们都赞成 然后我们都鼓励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的订单已经买超过一年 销这个中国的订单 这是一个态度 那如果有这种态度 对吧 我就跟中国说 你这家对我不好 你这家就给我偷牙而已 你每天派人 在我们台湾西南角的防空识别区 里面搬来搬去 运巴 殲16 殲10 我们台湾人会怕吗 不怕 因为你每天到一天 派好心来 你知道吗 像苍蝇一样 就让人讨厌这样而已 那么事实上 林嘉欣一说这些话 对不对 说我们这个是在大内宣 我请问一下 中国国民党新北市 特别买400县 然后现在在网路上 买了什么几千公斤 请问一下 中国国民党现在是在什么宣 是宣宣是吗 是什么宣 你跟我问 我问是什么宣 大家在跟他们打什么 你说叫大内宣 他还加码 他还加码自己讲说 如果中共下令对不对 那进稻米出口的话 绿营的名带都会跳出来 你看 连他们都在下指导 你下次 你的意思就是 下次可以进稻米的意思吗 我跟你说都不用怕 很简单 国际贸易讲的是一个信用 国际贸易也跟你说 如果是这个国家 这个地方 他们毫无诚信可言 这个地方 我们以后就不要去 就是干净干净 这个东西就不要去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信用可言 那如果这样的话 旧小嘉赫像赵超康 赵超康之流 他现在可能连国民党主席都背叛好选 所以更不要讲2024年的总统了 这个人算得了总统 台湾还有救吗 你知道他今天怎么讲 他说 如果与其这样的话 叫台湾那个 大家说不如叫小嘉赫 我们直接叫台积电撤出中国就好了 你把什么跟什么 黑白痞啊 莫名其妙啊 就因为台湾是民主国家 但不是中国专制国家 所以我们不这样做 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跟他们的差别嘛 他们这样恶势 我们不可以做恶势的人 他做派人 我们不可以做派人 我们不可以做这些人嘛 不然你让你投资 投资账超康的 还想要做总统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坦白的 中国来叫小贺 胡锡进来叫小贺 我们从今天开始 3月3号了 因为3月3号 听说是小三节 中国的小三节 我们从3月3号开始 一律进台积电的这个晶片 你试试看 你有种你试试看嘛 你敢吗 对 中国不敢嘛 因为很简单嘛 那还有人说 哇 那一年台湾 这个出口到中国去的 那个整个出口金额 达2000亿这个美金嘛 然后呢 你去贪人的钱对不对 人家给你收起来干嘛 很简单嘛 贸易的事情 贸易解决 你知道赚 我们他出口到中国去 2000亿美金表示 他需要我们的货品 对 我不可以去说就是这样嘛 然后呢 那么今天在这个时候呢 并不是用情绪化的花言就可以了 我问你 我妈妈我母亲啊 生前啊 生前她常常啊 大年初二的时候 我姐姐们回娘家 她都去买买买买 为什么呢 墨西哥相关的那个 流亡买买买 对吧 难道我们要讲说 你不拜国呢 去买墨西哥买买买买 买买买买 那不是 我们是在救急 我们救急 最主要的是一个态度 态度就让中国看 你不能这样对台湾人 欸 我们要把台湾农民倒三天 我们要把台湾人倒三天 我们要为台湾人出去的时候 对 这伙人你们在落井下石 你们在幸灾乐祸 你们你们做的事情 对台湾的农民有一点点的帮助吗 我问你啦 对 那是说我们做的是不对 我们把台湾的农民倒三天 对不对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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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你们中国国民党为什么要跟进 所以呢 你们就会看得出来 心 如果没有在台湾 那说好听都是假的 对来 宽哥 所以林嘉欣看到台湾的 凤梨罐头上面的产地标示 这个是泰国 所以呢 有规定说台湾的凤梨罐头 一定要用台湾凤梨吗 因为那个甜度明显就不同 凤梨过去是一个非常高纤维 非常帮助笑话 但其他不好吃的一个产品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过去的土凤梨 我们必须为了季节性的一个调整 我们把它做成凤梨罐头 那现在的凤梨罐头多数在干嘛呢 现在的凤梨罐头 讲实在话 有点淡淡的悲哀 为什么呢 多数拿来七月的时候拜拜 然后很多的餐厅 就拿来做炒菜的时候用 因为你突然间要去削一颗凤梨来不及嘛 那我们台湾这么多的农民辛辛苦苦的 我们台湾原始的一个凤梨叫做石木凤梨 后面有开阴凤梨 有日本引进来的三菱系的一个凤梨 这个是大产区 往下走 有牛奶 有金钻 香水凤梨 苹果凤梨 甜蜜蜜凤梨 黄金凤梨 我们现在凤梨做到全世界举起大拇指说 你们台湾人的农民怎么这么夭壮啊 这过去中南美洲也种凤梨喔 可是中南美洲的凤梨 他们是大规模栽种的 大规模的一个栽种不像台湾 台湾的一个凤梨是一颗一颗 慢慢的固 所以我们顾到那个凤梨甜度 12度 13度 14度 刚才医生还说他吃凤梨他怕 为什么 因为太甜了 全世界的凤梨 台湾就种的最好 我们把凤梨种的这么大颗 种的这么漂亮 然后你把它拿来做罐头 那你不是神经病吗 就因果来说这个是不符合的 那么目前这一波的凤梨 说句实在话 当第一天出来的时候 我看到全台湾那种同仇敌开 我知道问题有解了 为什么 全台湾一年 目前凤梨总产量42万吨 各位42万吨 不是420万吨 凤梨其实是一个高经济价值的一个产物 所以今年可以解决 未来弃作的一个不好的话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去租了土地 中国他不买 后面该怎么办 我们后面要去思考的是 我们可不可以学学西班牙 学学法国 因为他们有很多那种所谓的高附价 价值的农金产品 他们发现当季节不能吃完的过程当中 他们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第一个可以保存 第二个后面有办法做